面相识人 什么样的人会多做好事多基因德呢 首先第一个是耳垂肥厚 耳门宽大 面相识当中 耳朵是采听宫 和人的智慧和少年时期的运势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是耳朵轮廓好 而且耳垂又是很肥厚 表示这个人俘虏多多 此外 这类面相的人为人大方 如果是有亲朋好友来相助 是有求必应 第二个是磁眉善目 咱们形容人拥有善心最多的词 无非就是这个了 项学当中有过介绍一个人内心是否慈祥 可以通过眉目来辨出 所以磁眉善目是指眉路清晰光亮 没有说发散的现象 有这种特征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有亲和力的 大家也乐于接触他们 如果是别人有困难的 会立刻产生侧隐之心 会力所能及的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而赢得他人的敬佩 那么还有就是额头高 额头高的人从面相角度来说 是很乐于助人的人设 这类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那种会很感同身受的人群 也是很愿意一刀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对他们来讲能够帮助帮忙或者帮助他人都会尽可能的去帮助 如果是有一些时候他会嘴上说一些不好听的也不要放在心里 那么还有就是眼睛大 眼睛大的人从面相角度来讲是会发自内心的去为了一些事情付出努力的人 对他们来讲容易受感动 是情感大于理智的类型 最后一个是人中短 人中短的人从面相角度来说是很好心好意的人群 有些时候甚至会有一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种狭竿一旦 总是会去本能的帮助一些弱者 而他们会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让世界充满爱和和平